马英九的真面目 2006年选前说国民党将胎毒列为台湾前途选项之一 2024年马半肖旭曾说胎毒是叛国 马英九将于愚人节访问大陆 台湾各界敲边谷说将有二度马席会 行政院长陈静仁则呼吁马英九要在习近平面前呛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马半肖旭曾回呛胎毒才是叛国 想当年马英九为了选总统说胎毒是台湾选项之一时 马半肖旭曾你怎么没有拨乱反正出来打马英九的脸了 看起来您的贵庚在当年应该已经有行为能力了吧 先看马英九当年所作所为 根据中央社2006年2月16日报道 国民党中央在媒体刊登广告 首度白纸黑字将独立纳为两岸未来的选项之一 台北市长马英九接受记者访问强调 统一 独立目前都不太适合 我们要支持维持现状的政策 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 他说 在台湾有部分人是支持独立 也是个事实 由于这是言论自由 必须受到尊重 但非国民党要采取的选项 因此 国民党所采取的选项很清楚 就是维持中华民国的现状 等条件成熟时 在讨论统一问题 请注意 国民党2006年的党主席就是马英九 这个国民党花大钱灯的广告论述 必然经过马英九何可 我们先不管外界如何解读 至少马英九当年可没像如今的消息层所言 主张台湾共和国主张态度的 才是叛国罪之类的话语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记得马英九当年主张与态度 至少马英九就不晓得说过几次六四不平反 统一不能谈 关于该立场 根据马英九2018年的FB 马英九的前言后语是 我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曾说过 六四不平反 统一不能谈 现在 我的态度还是一样 相同的 当年马英九认为态度是言论自由 必须受到尊重的言论时 马英九身为台北市长 现在有大变吗 为何以前身为台北市长时对态度的看法 现在有变 我认为人会因为重大打击而性情大变 当然也有不变应万变 马英九的内心世界如何我不知道 我也只问一件事 马英九究竟是为了选举利益而放弃自己坚持的政客 或是为了暮年于光而改口的老油条 我看了几个关于马英九访路的评论 黄志贤马英九到大陆 终究是好事 是对的事 他个人要补修大陆学分 这段话很有趣 马英九现在补修学分有何用处呢 马英九要变或不变都随他的变 但马英九身边的人若这么爱变好变 真的先摸清马英九的底细 因为实在太多人都知道马英九的马脚了 Glatt Jeff 2024年3月29日 那里有一个人要补修大陆 也不能离开 转到火炭 这位是ain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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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